前段时间有观众推荐我玩这个山河铝探 当我玩到第四章的时候发现 我去这不是狼人杀吗 因为关注我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狼人杀来的 所以不如咱们一起play一下这一非常上脑的章节 猜猜谁是凶手 这是游戏中最开始的画面 随后画面一转四个人在打牌 这个叫引珠的姑娘 因为后面要推理谁是凶手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是牌桌上其他三个人的反应是 果然又是小妹赢了 最左边这个人是大富 也就是船长的助手 哎呦 引珠排韵嗲嗲 右边这个人是富商 这个画方一看就是生意人 不只排韵 什么韵都是嗲嗲 引珠对面的人是殷夫人 富商说殷柔你的运气也好 不然你那张孤零零的酒腕得砸手里头了 殷夫人说不如玩点别的 让引珠叫我们打扑克 引珠表示不会打扑克 但没想到英夫人发现了引珠有扑克 他这里的省略号想表达的是 你凭什么翻我行李 有的同学可能说了 他们现在不是在打扑克吗 不是哈 他们在打马吊牌 大富表示赞同 不是怕输给引珠钱 主要是这牌都不全 打着没意思 富商说打什么西洋牌 乱七八糟的东西 无家人要手本 阿爷盛前也最不喜欢这些东西 这个大富非常有礼貌哈 直接开喷 啊对对对大哥说的对 要我说马吊牌都不该打 我乏了先回房了 殷夫人说累了先回房了 等一下引珠你教我打扑克 你大哥不学我学 镜头一拉来到另一桌 最右面这个外国有人叫约瑟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说打牌 但是又感觉不是 啊月瑟你的中文进步很大 但是建议你少说成语 这是咱们的主角 沈仲平 小鹅 咱们的船到哪了 前面是龙王庙水月 这个是船员小鹅 龙王庙 花音刚落 隔壁桌富商 吴德满立马慌了 埋怨那个大富 怎么不提前和我说 快些安排人放鞭炮 把鸡品拿出来 你是不晓得龙王的厉害 吴德满吓得不行了 大富说你变巴巴了 现在流行格志学 咱得相信科学 富商对话传言小鹅 你快去和船长讲 我在这送金刚精 保全船平安 又有新角色登场了 小鹅 你见到好久了吗 没有啊 你过来搭把手 然后小鹅就去帮忙了 重 你听说过关于龙王庙水月的传说吗 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他沉船的报道 这也是游戏会给你相关的科普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个点 咱们简单看一下 原型为现实中的老爷庙水月 位于江西省都昌境内 半个多世纪以来 有百余艘船只失踪 民间传说 这是因为老爷庙的元经作怪 百姓行船至此 便会上乡祭祀 龙王庙便引用上述的设定虚构而来 然后就开始了自由探索阶段 先对话一下引住姑娘 然后他说他有事跑了 看一下桌子上的报纸 上海公租界新任检察官 约瑟尔 呦 这个外国友人不简单哈 竟然还上了报纸 来看一下约瑟尔桌上的报纸 长江下游 龙王庙附近 自古以来这里沉穿了无数船只 出现一系列怪迷 几年前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离奇的 湿标悬案 墙上挂着一个夕阳钟 时间是九点半 这是轮机市传来铃声 但是通往轮机市的门是繁琐的 旁边传来了美食的味道 对话一下大副 做啥呢 这么香 罗宋汤 烤鸡 听说你去过英国 还准备了仰望星空派 这是个英国菜 不过看起来有点吓人 现在回来重新对话一下人物 看看能不能触发剧情 马吊牌 这个刚刚露看了 看一眼 一副不完整的马吊牌 万字门只有一张九万 看一下小科普 麻将的前身 盛行于明中后期之清末 这哥们还搁着念经呢 吴先生 可以唠一唠关于龙王庙的事吗 当年那是太过邪门 这船上又都是奔丧的 殷其最重 好不说了 这时小鹅过来了 问大副船长做好了饭没 准备过去拿饭的时候 吴德满问小鹅 刚刚吩咐你的 给龙王准备祭品和鞭炮的事 准备了没有 船长说船上没有鞭炮 然后他就慌了 旁边的大副一看 决定还是自己过去 给船长送饭吧 吴德满念着有点麻烦 咱们就管他叫小吴吧 小吴算了一挂 看看怎么个事 大凶 小鹅说你不用担心 这路船长开多少次了 绝对不会出事的 停电了 好家伙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行动是吧 在油画后面不太好找 差不多是一个 少儿意志小游戏 正负极不交叉连起来 然后电力恢复了 你不应该感谢你沈哥吗 小鹅说不用担心 山河号是最安全的船 英夫人死了 血液还没凝结 刚死不久 大家觉得是谁干的 可以猜一猜哈 不过这个和普通的狼人杀 不太一样 普通狼人杀你只要猜想合理 然后再说服别人就算成功了 而这个你得讲究证据 来咱们调查一下现场 这个床上铺是引珠姑娘的床 下铺是英夫人 也就是死者的床 检查一下尸体 胸气是一盏铜质猪台 上面的尖钉完全没入死者身体 猪台上有蜡盏 带住了伤口渗出的血 这个蜡盏应该是这一块 跟个小拖盘似的东西 然后把血堵入了 所以台柱上没有沾人血迹 那既然血堵住了 旁边的血痕是谁的 血痕呈现出向外蔓延的姿势 不像是死者留下的 死者的头靠床沿 脚却不自然的向另一侧倾斜 咱们单看这个图 哪个脚不自然 我直播玩的时候 有观众说左脚 有的说右脚 光看图我其实没太看明白 哪里不自然 遗体摸着还有点热乎 没有试斑 说明刚死还不久 死者手臂外侧有一道伤口 很可能是在遭遇胸口袭击时 本能的挡了一下 死者妆容整齐 头发上插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发簪 看起来像是一件真品 小欧说打造他的银匠在宫里当过差 现在手艺都失传了 有人曾欠我们一大笔钱 我和殷柔去收东西抵债 殷柔一眼就像中了这根发簪 旁边找到了一片圆形玻璃 最后还有哪没看呀 刚刚看的是竹台不是胸口 看一下胸口 胸肌刺进去 直接就死了 凶手不简单 可能学过舞 OK事件结束了 继续收集信息 死者旁边有个行李箱 因夫人右手的袖口被箱子夹住了 地上有一盏打翻的煤油灯 灯罩已经碎了 灯座上写着一个福字 就长这样 贝先生 我抓住凶手了 吴大夫抓到凶手了 我和那个外国人都没抓到凶手 你凭啥能抓到凶手 配着绑架吴大夫就是凶手 怎么说这一拨推理合不合理 新角色登场 睡在小吴上铺的小兄弟 凶手就是他 阿福 我见到他神色慌张的从二嫂房间跑出来 过去一看 发现他手上都是血 我直接就把他逮住了 说人是不是你杀的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得把他丢进江里记龙王 快去拿绳子把他绑起来 这个少年不是凶手 这哥们我保了 这个小滑头 硬堂狭窄 人中短浅一看就是奸诈之人 卧槽 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呢 给他点点举报 这种阿福是凶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想必原因你也发现了吧 什么微乎其微我发现了吗 他这不都不说话认狼了吗 我绳子都准备好了 但是同样是吃侦探这碗饭的 说没发现肯定面子挂不住 我还没看清全部的真相 我试着推理一下 这句话优水平寒 推理不出来就是我实话实说很诚实 推理出来了就是我谦虚 来咱们推理一下 阿福面色惨白 手上沾了血 看起来确实像凶手 但事实上 案发现场有一处关键的细节 与这一推论存在矛盾 什么 来大家觉得拿出细节能证明阿福不是凶手 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思考一下 如果阿福是凶手 说明阿福杀死了殷夫人 如果阿福不是凶手 说明别人杀死了殷夫人 因此阿福来的时候 殷夫人已经被凶手杀死了 所以我们要证明的是阿福到来的时间在凶手之后 在狼人杀里 狼人在夜里睁眼杀人 但是在这里凶手肯定不可能是狼人这种其他品种的物种 所以天野黑凶手肯定也是看不见的 所以凶手一定在天黑之前杀人 而如果阿福停电之后进入现场的话 就能说明阿福在天黑期间提着没有灯把人杀了 所以阿福是凶手 不对哈 咱们现在是假设阿福不是凶手 阿福停电之后进入现场发现了尸体 所以阿福不是凶手 能证明阿福是停电之后进入现场的东西是 煤灯 他右手拿着煤灯 左手被一个奇怪的东西套住 这样就不太方便再拿主菜杀人了 所以刚刚阿福夜里提灯杀人的假设也不成立 综上所述阿福一定不是凶手 小欧说那他手上怎么有血呢 约瑟说阿福面色苍白 冷汗直冒 只是典型的恐惧症 至于他手上沾血的原因 重你提示一下吴先生吧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提示一下吴先生 或者你提示一下我 既然是跟血有关 那咱们点一下血这块 阿福手上的血迹来源于音夫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选在这儿啊 所以选这儿的同学是不是没认真审题 人家问的是触碰尸体的原因 所以是玻璃碎片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啊为啥 我也不知道 当时玩的时候 弹幕老是让我选的 阿福的眼睛少了一块镜片 就落在音夫人旁边 不难推测出阿福的经历 进入房间后 他不是被地上的尸体绊倒了 我操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推理吧 被尸体绊倒了 我觉得咱们需要知道的一个点是 没有灯不是很亮 现在的年轻人用过没有灯的 我感觉不多吧 虽然手上提着灯 但是那个亮度不足以支撑 看见脚下的尸体 所以就被绊倒了 打碎了没有灯 都摔坏了眼镜 蹲下黑暗中找镜片时 又摸到了死者衣物上的血 所以阿福先摸到尸体衣物上的血 蹭到手上 然后又摸地找他的东西 才造成了地上有血 贝先生的意思是 阿福只是发现了尸体 尸体另有其人 小卧觉得是龙王刀的人 竹台自己飞过去了 水底的龙王来锁命了 尸体附近存在了一个不合理之处 表明除了阿福还有人经过现场 这个倒是不难猜 行李箱夹住了音夫人的衣袖 合上箱子的人不可能没发现尸体 发现了尸体却无动于衷 这个人就是凶手 可是凶手为什么要作案之后 特意合上箱子呢 咱们调查一下箱子 箱中放着几件衣物 一些首饰一些牌 这里有一处压痕 这是什么洋葱的压痕吗 这个轮廓能在桌子上 发现一个香水瓶做对应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马吊牌 四升哈 别读成三升 刚才打的马吊牌 缺了八张 怎么八万在这里 他偷牌了呗 阴柔这个人打个马吊竟然还戳老千 大夫说不对 这个箱子是尹珠的 对话传言小鹅 能不能让尹珠过来飙飙水 不行 尹珠姐被这个场面刺激到了 需要休息 大夫送小吴和阿福休息 我和小鹅把尸体送到温度最低的传言室 以便以后尸检 多亏了你小鹅 我刚刚下楼的时候差点摔了 沈大哥别客气 阴夫人身量轻不费什么力气 啥意思说我吸狗呗 现在是自由探索阶段 来船头眺望一下 此情此景我想吟试一首 海上孤伦成暗行 寒风迎面洞低荒 来看一下船上房间的格局 最右边的这是驾驶室 这个是我和约瑟的房间 这个是尹珠和阴夫人的房间 最左边的是阿福和小吴的房间 这里贴了张符肯定是小吴贴的 阿福和尹珠正在里面休息 这个就是刚刚发生命案的房间 约瑟还在调查 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和约瑟的房间 有必要进去调查吗 我自己的房间肯定没必要调查呀 我突然觉得有必要了 大哥你钱掉了 不是我的 不过似乎在哪里见过 除此之外 约瑟留在桌子上的红酒不见了 这么有人私下来过这个房间 来驾驶室看一下 为了尽快查明 殷夫人遇害一案 需要调查一下驾驶室 你尽管查 有需要帮忙的和我说 过来对话一下大富 船上的人 你觉得谁最可能杀害殷夫人 狼杀经典问题 你觉得谁是狼 你的狼坑是谁 吴德满 他和殷夫人背地里 为了家业明争暗斗了很久 吴德满在家中排行老大 二哥虽然走得早 但是和二嫂有一个儿子 而且二嫂又善于经营 他们家族有个家规 女子若有抛头露面 伤风败俗之举 不可继承 大哥想剥夺二嫂的继承权 但是一直没抓到把柄 这里有一个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果因夫人被剥夺继承权 你所分的遗产是不是也会变多 大富表示 他和小妹也就是引珠 才不屑和他们争 对话一下船长 听说船员好久失踪了 还记不记得最开始的画面 当时有个人问 见到好久了没 这个人不但好久还好色 当时二嫂刚上船 他直勾勾地盯着二嫂看 还说二嫂像他未过门的妻子 那你俩打起来了吗 并没有我把他支走了 发现一位船员的尸体 死的这个人就是好久 先检查一下尸体 死者面部肿胀 嘴部久未重 腿部出现大量尸斑 尸斑开始愈合 说明尸体死亡时间 超过三个小时了 碎玻璃里有张纸 是另一张麻吊牌 9万 上只肌肉湿浆 说明死亡时间在4到6小时 头部有擦伤 乞盖的是肿块颜色发白 而不是寻常的红棕色 说明在摔下来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从尸体的特征来看 很有可能是耿死的 耿死也就是酒后 呕吐不唱把自己憋死了 但是是不是意外不确定 不知道是不是人为制造的耿死 况且在他身边找到了这张马吊牌 小吴他们丢失的马吊牌 渐渐出现在这里非常诡异 继续调查一下其他地方 小吴在扔祭品 如果你们收了 就消了水里的血光吧 卧槽水里果然有血 你们不敬龙王是要遭报应的 这就是警示 小鹅别慌 只是一只姜豚撞上了船 快把可怜的豚豚捞上来 让后厨加个餐 现在姜豚好像是国家保护动物 但是清朝那会吃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小鹅我们走吧 阿福和尹珠小姐在里面休息 进去调查一下 对话一下尹珠 刚刚在餐厅为何突然离开 不喜欢排猪的氛围 怕哮喘发作 回房间吃药 那时候姻夫人在不在房间 在的 那你有没有看见其他可疑的人 没有 我吃完药就去旁边透气了 阿福说不了话 但是主角知道如何治疗 舌骨轻微的脱胃 别动 然后就治好了 阿福很开心 需要我调查的话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不急你先好好休息 调查的差不多了 去找约瑟 看看他需不需要帮忙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帮忙把好久的尸体 也搬到船员室吧 好的 狼不会要刀人吧 尸体有变化被人动过 阴夫人的头发怎么变长了 难道吴老爷说的都是真的 卧槽有点剩人呢 阴夫人的发簪被人偷走了 所以头发散下来好像是变长了 开一下灯 我们得自己调查一下纯瑟室 这个上下铺看着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 下铺是灵叔的铺位 墙上贴着他剪下来的报纸 魔术团 身陷财务危机 户上之旅恐称绝唱 关于茶叶巨头吴爱山的一生 吴爱山也就是那一桌打马料牌的人他们的爹 龙王庙水域鸭标船只离奇失踪 枕头下面压着一只黄色裙袄 上面绣着一只鹅 灵叔好像有过一个女儿 几年前就病逝了 船长说他的记事到了 可能想烧给他 突然铃声响起 这是船长发出的调整传速的指令 等灵叔操作一下就不响了 但是灵叔一直在响 里面一直无人回应 灵叔开下门 是我小鹅 情况不对 破门进去看看 佛山五鹰角 油鹅没踹开 卧槽又死一个 老灵尸体的附近出现了第三张马吊牌 好久是最早死的 他身边出现了九万 接下来是殷夫人 他身边出现了八万 第三个死的是老灵 他的牌是七万 马吊牌似乎在做某种倒计时 这个逼动影太吵了 我来操作一下 铃声停止了 船长和约瑟听见铃声一只响也过来了 调查一下现场 先检查一下尸体 这里是一张马吊牌 七万 胸器直插心脏 杀人方式与殷夫人案一致 胸器是一根发簪 死者面部平静 嘴角甚至是微微上扬的 死者手部皮肤粗糙 关节处有厚厚的全体 能看出他曾是习武之人 凶手竟然连习武之人都能刀掉 难不成凶手的武力在他之上 腿部有轻微的尸斑 考虑到轮机式的高温对尸变的影响 说明老龄死亡的时间与殷夫人接近 凶手能在短时间内连杀两人 且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我去凶手这是哪来的武林高手 死者身上没有抵抗伤 从尸表特征看也没有要过作用的痕迹 非常诡异哈 难不成凶手一出现就把一个习武之人给秒了 甚至都来不及抵抗 继续搜集线索 船长和老龄是怎么认识的 老龄是船长长客 后来落魄了便留下来做工 听良心也就是那个大副说 老龄之前坐过他的护院 他闺女得了怪病 为了孩子四处求医所以离开了吴家 但是孩子还是没了 老龄可曾与人交悟 狼杀经典问题 你觉得谁是狼 他是炼家子 早年行走江湖肯定有仇家 但在这艘船上我想不出来谁会杀他 我不知道谁是狼 他与船严的关系如何 老龄很闷 至于小鹅亲近 小鹅本是招来轮机式的帮工 但是他一点也不让小鹅碰蒸汽机 最多只叫他做条车中这种清闲活 像清闺女一样护着 小鹅也是苦命人 他父母双亡 上船前因偷盗险些被人打断手脚 被老龄所救 老龄得知他是因为父母欠债才偷东西 觉得孩子本性并不坏 替他还了部分债 又介绍他来船上办公 这凶手真该死啊 这么好的人都杀 小鹅也重情义 对老龄很好 来问一下小鹅 老龄与好久关系如何 也就是死的这两个人关系如何 他俩虽然一起共事 但是很少说话 你觉得谁想害死他们 好久我不知道 但是灵叔的死肯定与那家人有关 还记不记得灵叔墙上的简报 他好像很关心无家人的近况 咒 请检查一下自己的口袋 嗯 检查自己的口袋 为什么要月色 月色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三万 我身上有一张二万 我这好有点渗的话呢 凶手玩这么花吗 咋办呀 别等凶手动手了 自己跳将给龙王投十吧 我交牌还不行吗 对话罗船长 把所有人召集来餐厅集合 终于狼杀要开始了 请各位找找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牌 小吴找到六万 小鹅找到了五万 引珠四万 大福一万 但是阿福并没有牌 谁知道那些牌是不是你留下的 呦 是不是开始找抗推卫了 大家觉得大福是不是狼 团长身上也没牌 看来凶手要折磨我 让我看着乘客一个个被杀害 月色说不要慌 接着安排工作 大家都待在餐厅别走 团长提出质疑 平常信你 大福表示 月色是有名的侦探 上过报纸 提好人 月色说 既然你对我有顾虑 我来组织 让众来推理如何 小鹅表示赞成 阿福也赞成 没有反对就这么定了 那就有劳两位先生了 首先我们需要各位的不在场证明 接下来你们轮流发言吧 当时你们在哪干啥 有什么可以证明 如果有人敢撒谎 到时候根据你们的发音对下信息 就会发现矛盾 咱们先从殷夫人案开始 当时殷夫人打了毁牌 然后回房间休息了 接下来停电了 停电过程中 阿福被殷夫人的尸体绊倒 然后恢复电力 引珠小雪发现了尸体 尖叫声引来大家的关注 你们说下殷夫人离开餐厅 到电力恢复 轮流表水 引珠发言 停电前我见过二嫂一面 打完牌后感觉胸闷 担心哮喘复发后 我就回屋吃药了 吃完药 二嫂让我教她打扑克 我身体不舒服拒绝了 有没有人能为你说的话作证 死去的二嫂能为我作证 阿福来过 阿福来过 他说要拿件东西 阿福走后 我去船头透气 三哥见过我 他能作证 在船头缓了一会儿 正打算回房时 忽然停电了 四周很黑 一个人也没有 我比较害怕 就去找三哥 来电后三哥送我回房 就发现二嫂出事了 下一位三哥发言 停电前 我一直在餐厅 准备晚餐 直到小鹅回来 托大哥的福 替小鹅给船长送粥 看见小米在船头 就和他说了几句话 到驾驶室后 我替船长开了会儿船 然后就停电了 我正准备去查看情况 小米来了 只见他害怕陪了他一会儿 来电之后 和小米说的差不多 只不过我看见阿福 就追了过去 下一位吴德满 我停电前 前后一直在餐厅 我表啥水 下一位船长发言 林夫人什么时候离开的餐厅 我不清楚 停电前 我一直在开船 开船期间 小鹅来找过我 良心来送过粥 停电后引住来了 他看起来有点害怕 他一直待在驾驶室 直到电力恢复 良心才送他回房 下一位小鹅 停电前 我本在餐厅办公 后来灵叔 叫我去轮机室帮忙 征集机冷凝气 街头松动 他让我大把手 弄好街头后 灵叔让我找好大哥 找了几个地方 他都不在 后来船长让我打舟 我就回餐厅了 回餐厅后 我一直与约瑟沈先生 在一块 没离开过 最后一位阿福 停电前 我正在调试我新发明 真空手套箱 我需要游标卡尺 但是他在 因夫人的房间里 我就去拿 我记得当时因夫人 拿着一副扑克牌 在笑 引珠节脸色不太好 拿到卡尺后 我就回屋继续调试 没想到突然停电了 害得我操作失误 手卡住了 就只好在乎 因夫人的房间 去找工具 停电后 你是立刻就出门了吗 算是立刻 手边正好有煤油灯 提上灯就出门了 出门时 我看见一个人影 从那个屋里出来 朝前跑了 往后的事你们都知道 刚刚各位的发言 都十分详细 接下来交给众吧 船长说 怎么我听你们的发言 怎么人人都有 不在场证明 不 前五个人的发言 有一个人 与阿福存在矛盾 阿福说停电 立刻出门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人影 引珠说停电了 周围没有人 那到底有没有人 是不是发言信息对不上了 就是此人 引珠的信息 和阿福的信息对不上 船的甲板是木头的 如果有人跑向船头 应该是有明显脚步声 我倒是太害怕了 太害怕了 没太注意 你觉得你自己 这个表水过关吗 这不任狼发言吗 阿福又强起来细节了 阿福看见的那个人影 从殷夫人房间出来后 又进了另一个房间 会不会凶手 躲进了约瑟房间里 引珠姐才没看到 约瑟房间里 少了一瓶红酒 可是凶手为什么要偷那玩意儿 暂时得不出结论也没关系 其实玩这种侦探类游戏 一定要注意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 我直播玩的时候 有个弹幕说 为什么约瑟一打响指 就能让灯都关了 这条弹幕引起了我的思考 当时又没有声控灯 这不明显超能力吗 既然有超能力 所以约瑟可能就是龙王 但是不太确定 咱们继续往下看 诸位见到老龄 是在这个餐厅中 刚刚发现老龄死于轮机室内 凶器是殷夫人头上的发簪 遇害后不久 接下来大家轮流表水 离开殷夫人死亡现场之后的经历 那件事之后 三哥从阿福回房休息 我也一块去了 然后我就在一直照顾阿福 过了一会儿 沈先生和小哥就来了 沈先生走后 我也一直和阿福待在屋里 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 引住无法排除 是不是他杀死了殷夫人 但是即使是他杀了殷夫人 他一直后来跟阿福在一块 好像能大体判断 一定不是他杀了老龄 除非盘现场凶手不止一个 那就有点复杂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 大副发言 把引住和阿福送回房间后 就回驾驶室向船长汇报情况 沈先生和小鹅来调查时 船撞上了姜屯 然后看见好久掉下来了 船长出去查看情况 我留下一直帮船长掌舵 伍德满提出质疑 一个人在船长室这么久 怎么证明 大副回应 船没翻就是证明 下一个伍德满发言 从屋里出来之后 我一直在甲板上念经保平安 船长发言 你们调查殷夫人的时候 我一直在掌舵 好久尸体掉下来后 我让良心顶了班 调查好久的遗体时 我就在约瑟的旁边 一会儿我们发现车中没有应答 就一块来到了轮机室 下一位小鹅 我一直跟沈大哥在一起 最后一位阿福 从明安现场出来后 我就一直在屋里休息 门外很安静 我不太舒服想睡觉 可偏偏一直有个嗡嗡的念经声很烦 还好有引住姐一直在照顾我 很好 新一轮的发言结束了 有一个人的描述 与我调查时所见的情况不一样 这个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如果稍微留意一下 不难发现 当时在穿的甲板上 是好像一会儿没看见吴德满 所以吴德满说一直在甲板上诵经 是不是撒谎了 德满兄你聊爆了 如果说你一直在甲板上 那这件物品怎么回事 虽然我不知道这件物品是哪件物品 但是我们利用坐题思维 纸牌可以排除 事件报告可以排除 能选的也有这个铜钱 证据在此 德满兄你可发现 你的剑上少了一枚铜钱 原来如此 这是他的剑上掉的 你如何解释 大哥阿福亲眼看见凶手 进入了沈先生的房间 卧槽 这不和阿福说的信息对上了吗 印柔出事后 我确实去过沈先生的房间 孝敬龙王需要更多的祭品 又怕龙王怪罪 就去你们房间 拿了瓶好酒给龙王 让咱本地的龙王 也尝尝外国的酒 那是约瑟的布尔多红酒 这次吴德满应该说的是真话 他往水里扔祭品的时候 我有印象 如果这次吴德满说真话 那一个人的政言就存在矛盾了 我在满张贡品的时候是嗷号着喊的 可是阿福却说只听见嗡嗡的念经声 我并没有卡 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很帅 阿福啊 你没听到小吴祭祀时的嗷号吗 没听见 可能我当时睡过去了 听阿福的描述应该是晕血后的昏迷 阿福在昏迷状态下的政言不会被采纳 不过这条信息本身却十分关键 我操了 你不这么说哥 我这急性子 我就准备把阿福投江里了 我觉得尹珠很可疑 他疑似杀了殷夫人然后出的门 但是尹珠后来跟阿福在一块 阿福又可疑了 我是有点想把他俩打包都争江里的 疑似双狼哈 对了吴德满也撒过谎 把他也扔了排位坑 但是按照约瑟说的 因为是晕血且在昏睡中 殷夫人和老龄遇害时间段 都没法提出不在场证明的人士 这个很简单哈 描选尹珠 好久的死无法排除任何人 因夫人死可以排除 吴德满我还有约瑟 因为当时我们在餐厅 同时刚刚阿福因为晕血的原因 把他也排了 因夫人死后 我和小鹅一直在一块 大夫几乎全程在开船 一半时间在开船 一半时间和约瑟在一起的船长 也能排掉 带给你一次详细表水的机会 让你死的明白 回屋后 二嫂让我叫他玩扑克 还乱翻我箱子 很烦 我们正说着话 阿福来了说要拿工具 阿福走后 我去船头透气 遇到了给船长送盒饭的三哥 和他说了几句话 忽然停电 感觉害怕就去驾驶室找三哥了 船头去驾驶室的路上很黑 一点光也没有 我也没注意到其他人 当时阿福不是提着没有灯了吗 阿福看见一个人往前跑去 而引读说既没看见人 也没看见光 有没有可能两个人说的话都是真话 我当时不太理解这个选项的意义是什么 这不明显引诸说谎吗 如果当时引诸背对着阿福 他就看不见身后的光 那他便不是从船头去的驾驶室 而是从殷夫人的房间 所以你没注意到身后的没有灯 停电之前 在船头见过良心后 你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 你说谎继续待在船头 实际上再次返回了舱室 然后把殷夫人杀了 可是阿福不是说凶手进了你们房间吗 晚上误大 阿福根本分不清引诸进了哪间房间 是这样的 闯入我们房间的是吴德满 那也是殷夫人死后发生的事了 除此之外 没有发现第二个人闯入的痕迹 就算阿福看见了引诸 也不能证明他是凶手吧 如果引诸不是凶手 他回屋后必然会发现尸体 他如果不是凶手且发现了尸体 为什么没有告诉船长 阿福急了 我觉得引诸不像坏人 他为啥要杀自己的二嫂 现场的这件物品就能说明凶手的动机 行李箱 动我行李箱 我不开心了 但是引诸在意的是箱子里的什么呢 扑克牌 当时殷夫人拿着扑克牌在笑 命案发生后却出现在了行李箱 是不是你放进去的 我把牌带过来了 我操 约瑟竟然直接把牌带过来了 说明约瑟一开始就想到这一步了 这是个高配拳手啊 牌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上头是尖 下头是三 但是这并不重要 扑克背面的帽子似乎在哪里见过 餐厅的报纸又上角 那是近些年非常火的一个魔术组织 可是魔术组织和命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魔术组织是个幌子 实际上是将到 阿福觉得有可能 但是阿福还是觉得引诸不是狼 引诸为什么要杀老林和好久 动机也许与这份证据有关 魔术团财务危机的简报 说来说去还是和钱有关 阿爷临死前留了一大笔遗产 没必要杀人 可是如果他缺了这笔遗产呢 引诸可能不太需要钱 但是他的魔术团需要 阿爷生前最不喜欢这些西洋玩意儿 违反家规会剥夺继承权 殷夫人和引诸之间的冲突可能源于此 老林曾是无家的家丁 他看起来很关注无家人 而且也需要钱 也许老林与殷夫人在这件事是一伙的 小儿说确实见过灵叔和引诸姐单独说话 至于好久就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证人被灭口了 那身上的马吊牌是怎么回事 我猜马吊牌只是幌子 为了是营造传说杀人的假象 这样凶手便有了脱罪的机会 可是引诸姐怎么把牌放在大家身上的 难不成他学过魔术 小吴说这魔术就是妖术 传上凶势连连 估计是魔术团下的咒 引诸极了 我是雨昕魔术团的议员 引明朱莉亚 卧槽朱莉亚 魔术师墨宇琪是我的CP 你就是那个魔术师的性格魔术助理 没错 就是你妹妹我 你一个大家闺秀穿成这样丢人现眼 我劝你少管闲事 阿爷送我出去读书 就是怕我困在围墙之内 他将我应该去见更宽阔的世界 魔术师我的追求我的事业 引诸姐你把你的经历坦证给大家说一遍呗 好 二嫂确实私自翻我的箱子 还翻出了扑克 我想要回来她不给 话说到一半又突然要求我离开 我在船头待了一阵 觉得布托又回去找她 发现她已经死了 她手上攥着我的牌 地上也有 我怕讲不清就收起来了 也就是说引诸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可是你发现Inference死了 为什么不说话呢 初次见到尸体 你不动声色 第二次跟良心一块反而被吓得尖叫 你解释解释 会因为这种是尖叫 才是三哥认识的引诸 啊 有没有懂得帮我解释一下 这是啥意思 那箱子里的马吊牌是你留下的吗 如果我回答是 那你会如何推理 这就是你的最终回答吗 沈先生来判断 乌尔雀引诸怎么这么嚣张啊 停电的那一瞬间你在做什么 收牌关箱子 若不是停电 我都不会注意不到衣角的 为啥主角面露难色啊 要不要休息一下 可以 老一结合 还有咱就是说 为啥大家都板凳座就小恶没有呢 可是万一休息期间 引诸在商人怎么办 要不先把他绑起来 那就先委屈引诸姑娘了 让我来往 嗯 吴德玛又准备拿船上的食物喂鱼了 对了吴先生 引诸小姐的心理箱 是需要作为物证存留起来的 钱你留下 行李箱和扑克牌我们留下 差点忘了 还有放在引诸行李箱的那张马吊牌 八万 突然男主露出了便秘的表情 然后给了游戏几个回忆的镜头 看来有人陷入了误区 男主的第二人格登场 我忽略了行李箱是引诸的 八万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仅从打游戏的直觉感觉没这么简单 不会是另有他人吧 但是其他人不是都排坑了吗 所以我当时还是选的第一个选项 引诸撒谎 还不是他放的为什么要承认 再回顾一下马吊牌的位置 两张马吊牌的中间 马吊牌是引诸收拾扑克的时候 一起收进行李箱的 因为突然停电 在现场留下马吊牌的并不是引诸 凶手另有他人 这段剧情的意思大概是 凶手杀了人 基本把马吊牌放在尸体旁边 引诸收牌的时候不知道有马吊牌 马吊牌是凶手留下的 不是引诸 我当时玩到这个时候感觉非常别扭 前面推理除了引诸 不是其他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吗 再者一点 谁规定了凶手杀了人 跟马吊牌有啥关系 假设引诸是凶手 我引诸杀了人 我把马吊牌放尸体旁 或者放在行李旁 甚至塞撕着嘴里 我爱放哪放哪 你除非得先假设定死 引诸就不是凶手 因为引诸不是凶手 所以引诸不知情 不小心把马吊牌 收进自己心理箱了 就冲我们引诸的问题 引诸敷衍的反应 加上其他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我凭啥假设引诸不是凶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难受的点 觉得这一部分剧情合理的同学 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给我 以及不理解的同学解释一下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部分不太合理 咱们继续往下看 男主若有所思 要求大家赶紧回餐厅 不是怎么就从逻辑上 排出引诸的嫌疑了 你说引诸不是凶手 他不知道马吊牌 所以收进去的 我说引诸就是凶手 他爱把牌放哪放哪 所以逻辑上不能排出引诸的嫌疑 然而所有其他人的嫌疑都排出了 从逻辑上讲每个人都有不是凶手的理由 但是你要说引诸也能排坑的话 没狼坑了 狼杀精点逻辑 你把外罪全保了 找不到狼那你就是狼 来人把男主绑起来吧 来吧月色尔 咱还是五届大佬带队吧 共同推理 第一位死者 穿原好久 死于驾驶舱顶部 死因是醉酒后耿死 身边有一张9万的马吊牌 第二位死者 殷夫人 心脏被刺穿 他身边有一张8万的马吊牌 殷夫人的尸体 移到船员后不久 头上的发簪被偷走了 第三位死者老龄 心脏被发簪刺穿 他身边有一张7万的马吊牌 他和殷夫人伤口的位置 确定是同一凶手所为 除三位死者外 还有6个人都拿到了马吊牌 等等月色 有一个地方不对 啥呀哪不对呀 咱们蒙一个牌的数量不对 牌的数量有问题 吴家打牌时 少了8张牌 9万在殷夫人手里 凶手要拿走9万 只能在殷夫人离开户动手 那场停电可能是为了偷牌制造的 也就是说凶手原本只拿走了8张牌 之后又单独拿走了9万 明明可以一次完成 为啥要分成两次做呢 肯定是由于意外 作案过程中发生了凶手计划之外的事 比如发现了好久的死 为什么凶手不用手里其他的牌 一定要拿走9万呢 马吊牌对应了死亡顺序 起着倒计时的作用 很可能凶手发现好久尸体的时候 已经布置好了一部分牌 什么叫凶手发现好久尸体的时候 你意思好久自己噎死或者另有凶手呗 好久的死亡时间明显早于殷夫人 凶手才不得不到走9万 凶手这么强调顺序 反倒说明 序序有问题 好久是最早死的没有争议 殷夫人与老龄死亡时间接近 是马吊牌告诉我们老龄死在殷夫人之后 约瑟说不止有马吊牌 别忘了杀害老龄的凶器是殷夫人的发簪 凶手为什么不再杀死了殷夫人的当下 立马拿走发簪呢 不如检查一下那个发簪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发簪我咋看都没看出哪里有问题 这不是王者荣耀defeit的那个轮廓吗 这里与我印象中的某种物件之间存在矛盾 点了答案之后才知道 同样是流苏朝右侧的时候 殷夫人的发簪花蕊朝前 而这个是朝后的 所以现在不能说明死者用殷夫人的发簪杀了老龄 也就是不能区分殷夫人和老龄死亡时间的先后了 重 这个发现足以颠覆案件的全部推理 不是你个狗约瑟你不早提醒我 非得等到现在给我提这么多问题让我自己猜出来 我们已经确定引珠姑娘不是凶手 大家非常惊讶 杀死老龄的发簪和殷夫人头上的是左右的一对 说明老龄的死亡时间被推翻 真正的行凶诡计是 凶手先往轮机是用左发簪杀死老龄 留下马吊牌7万 然后在客舱里用竹台杀死殷夫人留下的马吊牌8万 等殷夫人的尸体被发现后 找机会偷走他头上的发簪 那好大哥的死怎么回事 好久的死可能是凶手意料之外的 为了强调错误的死亡顺序 他又偷走了牌桌上的9万 放在好久尸体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凶手是谁 其实我玩到这的时候已经懵了哈 因为我潜意识一直觉得引珠是凶手 但既然游戏里说引珠不是凶手 选项里竟然有个龙王好家伙 当然这肯定是游戏作者整活的选项 咱看看选龙王能触发什么剧情 就是此人 那个人就是你得满兄败的龙王 这个观点妙趣横森 说说看 从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凶手在我们中间 但从现场的作案情况 在座的各位都不具备作案的可能性 席洛克说过 排除掉一切不可能 剩下的无论多么荒诞都是真相 说的好有道理啊 卧槽 果然是龙王发怒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不用担心龙王已死 今晚有一名被我们忽略的受害者 那就是被船撞死的姜屯 啊 小吴说龙王在享受我给的贡品的时候 可能无暇自顾被轮船给撞了 这是我能想到最合理的解释 没毛病要合理 很有想象力 既然龙王去了 我就去船头诵经 给龙王抄渡保平安 吴德满在抄渡龙王的时候死去 沈忠平因愧疚而放弃职业生涯 啊 龙王真的刀人了 龙王带走了他的信徒啊 突然失败 来咱们认真想一想 假如因夫人先死 老龄后死的话 也就是前面刚刚玩了这么久 我觉得引珠是凶手 但是游戏明确说明了 引珠不是凶手 说明只能是老龄先死 因夫人后死 因夫人死前 吴德满一直在餐厅肯定不是 阿福音学也不是 船长一直在驾驶室里头 因为引珠没看见凶手进殷夫人的屋 所以即使引珠和大富在船头打了招呼 大富也没法排坑 因此有可能大富杀了殷夫人 然后去船头和引珠打招呼 所以没法排的狼坑 只能是小鹅和大富 来直在圈了 大家觉得谁是狼 来咱们选一下大富看看 发现失地前 你借口给船长送粥 主动离开过餐厅 没人知道你隔了多久才把粥送到 船长作证 没过多久很快就送过来了 这个选错的没问题哈 我觉得 因为没人知道你隔了多长时间 排除掉所有人的只剩小鹅了 你有证据证明小鹅是凶手吗 凶手想证明老龄的死 用的是阴夫人的簪子 所以小鹅肯定偷了阴夫人的簪子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阴夫人丢失的簪子还在你身上 咱俩在一块我不觉得你有机会处理它 拜托引珠姑娘检查一下小鹅的衣兜 的确在小鹅身上 我之所以留它 啊卧槽你在干什么 多亏小妹救了你 论手术做爬手的可不一定比得过玩魔术的 引珠控制住了小鹅 引珠虽然被绑着 但作为魔术师绑不住他 你还记得长江镖局的神刀头赵成义吗 我一直以为阿爸和那些叔叔是因为风高浪急死的 直到我亲耳听见他们说 老爷夫人放心 小鹅听到后非常痛苦 你们坚守自盗背着吴家老爷偷自家的标 还散播谣言说标是建材企业 可怜那些长江镖局的标师们一声行侠仗义清清白白 这簪子是我娘的陪嫁 原本是一对 抄家的时候被阴柔夺走了一只 看着阴柔带着的发簪 听到他三人的对话 我怎么忍 当然小鹅性质属于谋杀 今天有个电影21条不就是说正当防卫这个事吗 现在电影上财播 以前肯定没有正当防卫 所以选择援引大清律律 亲人被杀而子孙不告关 善杀行凶人者 杖六十 若行凶人十恶不赦 子孙忍无可忍而复仇 在此基础上还可减刑 小鹅如果不嫌弃 我可以当你的律师为你求情 小鹅说 曾见到灵叔和我单独说话 却有其事 小鹅的生日快到了 灵叔准备着黄色的裙子想送给他 裙子上的鹅是他自己绣的 他担心不像鹅 像鸭子 让我帮忙瞧瞧 灵叔是真心待小鹅好 他们就像妇女 小鹅刺杀老林的位置 就在传声筒附近 但是老林没有反抗 也没有呼救 他临死前心情一定很复杂 后来阿福当了男主的助理 男主正在给对面的记者 讲述这个故事 小鹅减刑成功了吗 当然 我家先生说到做到 但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真有人能这么短的时间 享受如此周密的计划吗 的确有人从此事获益颇多 只可惜这件事 小鹅决定自己承担 我们也找不到其他证据 难道那个人是 大家觉得那个人是谁 我觉得大家都会猜无良心吧 从收益角度来说 他继承的家产更多了 游戏到这一章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从逻辑角度 给大家分下盘哈 不仅仅是复盘 也是我对游戏中的一些疑惑 因为我们开始不知道老林的死 用的不是因夫人的那个簪子 所以在游戏的前半部分 我们只能认为因夫人先死 然后老林再死的 你在这个逻辑基点上去盘逻辑 其他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除了引珠 凶手就是引珠 当约瑟说处理政务 提到马吊牌八万的时候 男主想到马吊牌被夹在扑克中间 就断定引珠一定不是凶手 你只能说引珠可能不是凶手 引珠是狼 没必要把牌夹在扑克牌中间 你这个就相当于 狼杀中的匪盗吉士不是匪 经典委逻辑 这部分的逻辑 我觉得是过度不过去的 因为逻辑是这样盘的 已知因夫人先死 所以我们能推理出来 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除了引珠 所以引珠一定是狼 跟马吊牌没关系 引珠也一定是狼 除非你盘我们已知的信息有问题 那就是老龄和因夫人的 死亡时间先后问题 你只能说 先发现簪子有问题 才能盘出来 可能是老龄先死的 然后以这个点为逻辑基点去盘 引珠就不一定是凶手了 所以游戏里 约瑟提了一嘴八万的马吊牌 男主就定死引珠不是凶手 然后才发现的簪子有问题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先后逻辑 是有问题的 在游戏里为了让你感受 最后这个大反转 引珠不是凶手 游戏最后才给你这个关键信息 簪子不一样 这时游戏终于和前面 频繁出现的马吊牌呼应上了 假如小鹅身上没有簪子 他跟随男主是悄悄扔掉了 是不是凶手就有两个版本 一个引珠版本 一个小鹅版本 啊对了 还有一个龙王版本 当然编剧埋这么多马吊牌的伏笔 肯定要安排一个小鹅是凶手的剧情 所以小鹅不能偷偷处理簪子 游戏里给你解释 一直跟随男主应该来不及处理簪子 不是哥们 也能偷偷簪子 都这种爬手配置了 想处理簪子处理不了啊 当然给了个剧情 那是人家不想处理 编剧不可能写剧情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杠起来了 总之大反转之间的逻辑衔接 有点影的 除此之外 这个游戏整体还是不错的 满分十分的话 我可以给个九分 大家觉得这一章节值多少分 最后呢 我突然有一个有趣的想法 从上帝视角来看 吴德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当主角没有找到凶手 而选择凶手是龙王时 吴德玛在超渡龙王的时候死去 为什么其他人不死 死的偏偏是这个坏人 吴德玛 当好人实在找不到真相的时候 是不是龙王都看不下去 吴德玛做的这些念 所以 龙王显灵了 OK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做这期视频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一定要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希望我玩其他类型的游戏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